要记住 不管在面对他相续当中的父 也应该要树立在 获得短正一切功德之上 好 内在当中树立父的境界 也应该要站在 获得短正一切功德 那父的境界之上 而不在外表的形象之中 所谓能坎得见父的 那坎得见父 可能就是一种幻觉吧 那有时候要是说的太多的话 可能呢他会觉得 天呐这位导师为什么怎么说呢 唯一坎得父还是一种幻觉 因为父不是一种形象 而是一种的境界 所以为什么说 你所看见的是一种幻想 原因就在此上 如是这种幻想 还用得着外面 看得见看不见 因为前进屋子条件又这么好 遇到外面 耳朵隐形的蹚开过来 满屋子全都是父的 所以往上看也说父 往左看也说父 往右看也说父 那不就是一直都在福立 这么一境界当中吗 这只是一种现象 真正的福不是这么说的 所以相信我们这族的弟子们 都会知道 一和入和书的福的境界 好的 所以要称办这个福的境界 行星是不可缺少 当然三种行星呢 签面依靠境性来成为后面的 欲行和诚信 但要记住的是 签面的境性和欲行 它并不可靠的 所以必须要发展 发展到诚信 好 基不可将来呢 佛也就是想是视为 宝圣和华圣的 因为在有五三圣当中 呈现两种不同的形象 但是佛应该是三三一体之象 称之为佛的 因此 从显现上面的景象 我们不把它称之为佛 真正的佛是法圣的 本具有的功德 刚刚说说 获得短正一切功德 来佛的经教 而不仅仅是一种 宝圣形象 比如说 金刚齿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等宝圣形象 也不是华圣 释迦牟尼佛 乃自呢 两华圣大师 很多很多佛的形象 不是形象 而是累在本具有的秘义 它就叫做佛 所以以后我们在认可佛的事 不管说你 他相许当中的佛 还是新相许之中的佛 应该要树立在 获得短正一切功德 来佛的经节之中去啊 比较精进树立一个形象 要是建佛 当然我们不诽谤元旗的 像比如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 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圣地 焦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圣地 我们山是铺献菩萨的圣地 我们不诽谤这个圣地 但是要寻求真正的佛 那应该往雷载去寻找 所以 山中第六周 或者哪是在六种坦经之中 将决什么的佛 如何寻找佛的事 也没有将决外求佛的 而是呢 雷求 本具有的佛的 因为他才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以后 在寻找几种佛的过程当中 即便对赏赐要认识到 他就是能 获得端正一切功德 来福利经济 那这种佛 如何与心相续能 无而令 好 把心安住在平静状态当中 我们不是有这么一种定理吗 叫做 啊 奔经解脱大远门 立着警醒而定理 好 能全神印之赏赐是心理本性的 在这种本性当中 知识检解 已经从二种无名当中超越 本具有 而从清景之见 具就是真正的佛 这也叫做与诸佛菩萨而稳 最高的境界 先前认可佛的时候 也应该从这方面去发展 而不是去寻求 我到哪里去开革法会 这样去寻找到佛 我到哪里去朝白省上的 可能就会找到佛 即便当时我们能看见一些佛 这也是呢 让我们简简注尽 真正的一种缘起 而不是真正的佛 真正的佛 不在外乡 而在内在 因此在将决赏赐识的时候 我们把上师分为两种 叫所全形相知上师 和能全身影之上 能全身影之上师 就是心里自行 也就是用显宗的话来说 般若般若明 智慧到达彼岸的这种智慧 因为这种智慧 一定不在思维的反潮之中 这个智慧 就叫做另一种智慧 就叫做另一种智慧 智慧之上师 好的 那以后呢 就要从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 不管对上师理解 也应该要理解 这种上师 就是法身 当时为法身 佛儿身进行的 因为大元们来宣讲 法身究竟了一字简介 故意应该了 精神的观察 就观点 所以我们显讲说 传讲的法就是 法身了一字简介 所以在面对上师当中 上师就是法身 因此在具备 如是坚定之信念当中 祈祷上师 那选手可以成本这样的原理